继续讲究 Valeration in Stochemetric Composites of Oxides 例如Purid 2 和Purid 3 的 element 和Oxygen 形成的酵盘时 方程式是怎样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 例如LiO BEO 少会用到 接着是Diboron Trioxide 这也是少用的 放入水中变成Bowick S 磐酸 在核电厂里防止辐射散 或是减低核反应 CO2和CO2都懂 LiO 这部份有很多 可能是今次第一次见到的 通常我们看上去的时候 看它的Oxygen number 已经挺好的 例如N 第一个N 我写在旁边 N是正1 DyO NO 应该见过很多次 DyO 就是正3 或者中文叫三氧化二氮 NO2 N是正4 N2O4 也讨过 Equilibium 也讨过 Oxygen number 变化很多 里面的特性 不是太多 需要用的 不用理 接着是Oxygen Oxygen O2O3 O3 大家都知道 是Ozone 有些臭外形 我们是一些 气体 淡蓝色 通常在大气层里面 可以阻挡一些 之外线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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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O2,P4O6,P4O10,这两个比较少见 稍后会解释一下什么东西 Sulfur dioxide,Sulfur dioxide,中间出现了 另外,Colein oxide Colein和Oxygen的反应是很困难 多数是Endofermic反应不稳定的产品 另一个重大小更举年为Cl��2O Clread-1,Cl 873是症4,Clèzen Cert-6 全部本来下来用它,第一次看 当然直算因兼 product 我觉得我们先来看其他体验 NAA2O,MGO,AL2O3 这些全部都是比较反应的材料 如果在空气中烧,当然大家都知道 例如Magnetium,大家都知道很灿烂的火光 但如果在空气中的氧气,空气的氧气只有20% 氧气左右,21% 但如果在空气中,应该反应更加剧烈 这里也有写的,Gobites during the reaction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看 这些你会写的比较,以前都学过了 那我们看看消息上来是怎样的 我们看看影片 先看这里 第一个 看看是否清楚 先看清楚 好了,这里就有个 这里有个 Coneco-Fast 里面放好一些 Pure Oxygen 在这里 它烧的时候,我们看看它会怎样 好了,这个POWERFIN 浸着鲨鲨鲨鱼 就这样放进去 Oxygen Flask 初初放下去的时候,它不会立即有反应 我们先停一停 因为它始终在油面 它基本上是 又不是抹得很干净 你这样等,会等很久 所以你看到它就用一点水 滴一点点水 让它反应了 有脂肪 后面的反应 就跟Oxygen 反应了 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先看 刚刚放了鲨鲨黄 这里加一点水 让它开始回应 你看到这个鲨鲨鱼 的烧得很厉害 在Oxygen 而且应该会有酸酸素 酸酸素是一扎白烟 这扎白烟已经是 酸酸酸酸 很小的微粒固体飘浮在热的环境内 这个固体没有设定 我们可以看另一个情况 也是这个反应 不过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向过散火烧 即是,原材料下的鲜把硫度放在玻璄中 这当然要开口烧的洞 要不然只要加热底 铜镩細子很容易爆 而且在这边就不断泵一些飘温Oxygen走过来 变成飘温Oxygen可以在这里疏气 继续提供充足的Oxygen 大家看看情况如何 热一阵就不用再热了 因为它已经够热的时候 而且回忆是exofermic 供应热力给后来的塑料金继续跟Oxygen反应 Oxygen是泵进去的 一开始热力已经整粒固体的塑料金继续溶了 溶了之后就变成水珠 而且你见到反应很厉害 玻璃都开始溶解了 然后这里一粒粒的粉末白色 就是塑料金继续或塑料金继续 首先它溶解了 这个已经清了很多了 这里有隐约看到白色的一点点 就是塑料金继续或是酵料金继续 看完塑料金继续 我们看看Malysium Malysium在空气烧 Malysium在空气烧有很多次 如果它是在Pure Oxygen 有没有不同呢 我们都可以 看看 看一看 就是这个了 这里有一个Magnacium Vibum 它放在氧桶里面 当然有氧气氧 它在外面也要先点着火 这里烧起来是在烧中的21%的氧气氧 所以这个氧气氧的氧气氧 如果这里有100%氧气氧 看看放入氧气氧的氧气氧 你看到是很厉害很多 而且烧完之后 整个都是白烟 有些是Magnacium Oxide 用来烧和氧气氧气氧的氧气氧 可能质氧气氧是想要蒻气氧 很多金属 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 Aluminium 表面有一个Oxide layer 做了一个Protective layer 如果要做反应的时候 它就不太容易做 因为已经是隔开氧气 或者其他反应 所以如果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做呢? 不可以一块的Sodium Metal 大大块和它react 最好把它磨成粉末 变成粉末的时候 Surface area 第一大了 第二就是Oxide layer 不是真的覆盖到里面 磨细了之后 我们看看它怎样react 你会看到外面磨了粉末 在花枝里面 这些就是Aluminium Powder 这里的花枝是开了一个洞 然后让Oxygen在这边走进去 这里一粒粒白色 刚才那些东西 就应该是吸水的物料 你看到 这个很厉害 你看到 刚才Sodium的玻璃 玻璃碎 融了一点 这个是穿了洞 温度非常之高 所以那些Aluminium 那些粉尘是很危险的 如果有些人在车厂里面打磨一些车车 那些金属 金属灵 它就有很多这样的铝粉尘 要注意秋风 不要让粉尘留在空间 如果烧起来 就像这里做工人 就很危险了 这些和面粉 熟米粉 那些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要注意 凡是我们看到有粉末的东西 做实验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表面面积很大 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到 一来的reaction 就一声爆起来 就完全处理不了 OK 这个是Aluminium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三个 Metal之后 就轮到 Silicon Silicon 和Oxygen react的时候 一个 Semi Metal Semi Metal 如何和Oxygen react呢 它又不是金属 又不是非金属 那它如何react化 我们也是先看一看 就是这个 这里就先看看这个 先看一看 好 第一样东西 这里就是 Filey Powdered Silicone 真是磨到很小的粉末 一大块的 reaction很慢 挺难做到 它磨到粉末 在这里 然后 其实这个reaction 不是很快的 你会加热 但问题就是 它有另一个方法 你看一下 轻轻加热 就是不见开含的火 这里 就 放了少少 Magnesium Powdered 这个其实 如果你有Oxygen 走进去 刚才你不见 看到有少少火 其实它已经可以 开始了reaction 烧起来 热的热 提供出来 烧后面的Silicon 反应就会做得更好 还有这个 煮热 你会看到 也是开了一个洞 让氧气 可以在这里 流入 进去 看看 Oxygen 走进去 其实下面轻轻烧 它会慢慢烧 它不会全部烧 全部烧 你会看到 像在点香热 那样 这里就变成SiO2 大家都很熟悉 如果你是说 石鹰 我们停一停 这些是 这些就是SiO2 但当然 这些 这样的情况 SiO2 它就不会是 Crystal 这些是 排得 乱离 总之 都是这个成分 SiO2 1比2 的方法 但 它排列 没有什么规律 所以 你看到 不是一个晶体 是灰灰 颜色的固体 所以 晶体 这些不是那么容易 除了 SiO2 之外 这里 这个 当然 SiO2 也很稳定 否则 地球也不会有 很多石头 这些成分 它做了 之后 要回头 做Si 就比较困难 因为 你也知道 做半导体 现在 电子零件 很多 是Pure 的SiO2 使用 有些方法 把它转回 做回 reduction 但我们 都 先看 这里 在后面 还有几个 我们 留下 下一段 再看 要停一停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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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